欢迎来到健康2.0 那么最近大家看新闻的时候 一定有这样子的疑问 小朋友原本好好的已经康复了 怎么她的妈妈说过了两个礼拜 过了一个月之后 她突然需要在家护病房 而且你一直听到 MISS C这到底是什么呢 她不只在小孩身上 大人也有所谓的MISS A 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到底对我们的身体冲击有多大 我们先来看小朋友的部分 Bird 镜头前这一名活泼可爱的 七岁女童甜甜 开心和妈妈互动 这是她确诊新冠肺炎 并发脑炎后出院的样子 每每想起并发那段日子 妈妈心有余悸 还好在住院这几天 回复健康 当妈妈和甜甜的恶梦还没结束 康复后十天 甜甜突然高烧 出现MISS C症状 在这之前还连续两天高烧到四十度 出现红色眼睛 MISS C伴随的红嘴唇 还有颈部前方不规则红斑 以及腹泻呕吐等症状 都不是同时发生 新竹一名十一岁的男童 上个月确诊新冠肺炎 但一个月之后 却突然连续发烧四天 还出现眼睛红肿 草莓蛇和颈部淋巴结 肿大等症状 甚至在高烧期间 还有异常的幻觉 他表示闭上眼睛 会看到招财猫 对他招手 送医之后 还有心脏衰竭 休克和肺水肿 经过医师评估 诊断证明男童患有MISS C 也就是儿童多细胞发炎症候群 立刻被收治在儿童加护病房 弟弟跟爸妈姐姐一家四口 五月十号确诊 到现在都过一个月了 他幻觉的状况却加剧 就指着另外一个角度 孩子爸爸说 他确诊初期就曾幻想 说看到小药丸飞来飞去 要把他吃掉 在台湾确诊的小朋友很多 那么家长共同的忧虑就是 哇 小朋友不是康复之后就没事 像教授你自己在台大有遇到 小朋友的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来了没多久 情况如何 是的 其实我们最近才办了一个 全台湾的一个案例分享会 那其中就分享到的案例 大概都是这样 来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高烧 然后身体上会有一些红疹 比如说他的睫膜会发红 然后嘴唇是红的草莓蛇 那身上有一些大面积 我们叫做斑块创的一个丘疹 然后很快时间之内 他就会休克了 那你一抽血你会发现 他的肝肾功能还有这个行肌酵素 还有发炎指数都全部上升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般典型 这个叫MIS-C的一个临床表现这样子 那目前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 有一些这个病毒 它还残存在我们肠胃里面 然后这些病毒里面 它会放一些我们叫做极蛋白 跑到我们的血液循环 形成叫做超级抗原 那超级抗原其实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正常情况 我们身体白血球遇到有病毒细菌 会先把它吃起来 然后再交给我们的T细胞 T细胞是免疫的一个总司令 但这个超级抗原 会跳过这个白血球 直接去把这个T细胞 有个紧急按钮按下去之后 会引发全面动物源 无差别的攻击 所以有的小朋友是头的症状 有的小朋友是心脏的症状 有的小朋友是肝肾的症状 所以每一个人变化就是五花八门 所以多系统发现症候群 就变成全身都有可能 但会出现在哪里 不太一定就对了 有的小朋友可能是心脏 有的小朋友可能是肚子或脑等等的 是不是 好 那你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因为对家长来讲 好不容易熬到小朋友确诊 那时候当然发烧喉咙痛等等的 好不容易好了 都觉得比较安心了 那接下来多长的时间 必须要观察又怎么观察 现在来讲的话 一般都是报告的二到十二个礼拜之间 那主要是家长话 三个月 对 所以其实 这没有绝对的时间 因为这个都只是一个 流行病学统计的结果 那家长观察 不用像医生懂这么多器官损伤 什么这些 你只要发现你的小朋友 在得完COVID过后 都已经康复了 又突然高烧 突然高烧 对 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来评估了 不见得要有红疹 因为大概只有一半以上 突然高烧就可以去医院评估了 对 高烧到39 40度以上的时候 因为红疹只有在一半的小朋友 或是一半的大人会出现而已 这样子 因为那些都要抽血才会知道 你不抽血你不会知道 那你说有个一二三 是 就是这个 包括WHO 包括各个学会 还有包括这个美国CDC 大家都公布一大堆诊断的指南 因为表现变化太大 只有这些指南 比疾病甚至还要复杂 没有一个医生记得住这样子 所以在临床上就很困难使用 所以我就努力帮大家整理一下 整理了 这是教授特别帮大家整理 一是什么 所以就可以有口诀叫做一二三 一就是一个先决条件 你一定要得过COVID 二就是两个必要条件 你一定要发烧加发炎 发炎 发炎就要抽血才知道 抽炎就是发血 这个抽血的话 发炎指标会高 三就是你找到三个器官损伤 比如说心脏算一个 比如说皮肤也算一个 比如再加个肠胃或神经 这样就可以 所以一二三 在大人或小孩 其实都适用 就可以算是一个 所谓的Miss C或Miss A这样子 好 这个非常重要 一二三请大家记得 现在赶快手机拍下来 注意自己小朋友的状况 二到十二周都可能发生 那从大家看得到的 第一个是体温 你说三九四十度 再来你刚刚提到了 眼睛眼白的部分发红 还有一个草莓蛇 草莓蛇就像长这个样子 整个红红的上面 一点一点一点的吗 是的 草莓蛇就是在 我们过去 其实是观察到 最早是在心红热 后来就是叫穿奇病 这个小朋友的舌头 会特别红特别肿 然后上面一颗一颗凸出来 很像我们草莓上面的 白色凸起一样 所以才叫草莓蛇 那个凸起来是味蕾 OK 但是它并不会因为 这个草莓蛇 好像吃东西特别痛 特别苦干嘛的 都不会 也就是说 这个真相是 发现不太常见 但一发现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 刚刚这几个疾病 联想在一起 而这几个疾病 又是所谓叫做 超级抗原疾病 所以就是会让医生 可以很快地去诊断 想到这些病 每次看舌头 我们就想到中医 所以吴医师 你们过去会看到 草莓蛇吗 什么样的人身上 会有这种舌头 会 一般我们会看到 左边的所谓的地图蛇 跟这个草莓蛇 那我们常常在 这个过敏的小朋友 里面会看到 那这个草莓蛇 反而比较常见 就是说 这个过敏的小朋友 他发高烧的时候 常常会看到 这个草莓蛇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个确诊的 当时看到草莓蛇的话 一般我们中医来讲 叫做食火 真正身体有一些发炎的情形 那如果说 确诊过后 还出现这个草莓蛇 我们中医讲说虚火 就是说 他身体的滋润东西不够 所以把它辨证为虚火 它的治疗方向 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地图蛇 跟草莓蛇 就是说 草莓蛇 我们在发高烧以后 过一阵子以后 它会比较不见 那这个地图蛇 它还会持续的存在 但是地图蛇 不一定在发烧 它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这个草莓蛇 我们平常中医 也会看到说 它是过敏的小朋友 尤其在发烧 或是比较严重的 中暑的时候 它其实会出现 好 那既然我们刚刚讲的 MIS-C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跟我们的免疫有关 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们的免疫 不要这么的紧张 然后大发作 对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 这个汤 就是说 这个叫金银花 这个叫板南根 这个叫大青叶 其实它是消炎了 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 而且这个长期吃 比较不会有一些副作用 那这些消炎的药里面 它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 稍微冷静一下 不要这么过度的去反应 就是连自己的器官 都在破坏 攻击 那而且我们这些消炎 要加进去以后 我们记得要加一点点补气药 像这个黄芹跟党参 它可以去让我们的免疫系统 稍微去辨识一下 到底是自己人 还是外敌 它去破坏外敌 不要去破坏自己人 那这个甘草跟红枣 它去调和这些药 让它发挥作用 所以第一个消炎的药 我们会放进去 第二个就是 让免疫系统恢复记忆 所以我们大概会用这些药 来处理这个免疫风暴的这些问题 OK 所以确诊之后孩子可以喝 对 好 那也要问一下 因为刚听到那些故事 都觉得好难以理解 像有小朋友看到招财猫 看到要吃的药丸在飞 看到没有人的停车场 有人 怎么会这样 其实这个不是单单 只有新冠病毒会造成 儿童脑炎会看到这些现象 在早年 比如说我们民国87年 台湾流行的一个非常严重 那个时候的肠病毒 当时大概30万的小朋友 受到感染 而且重症有400多个 死了70几个孩子 那当中的这个EB的七一型的 就是也会造成这个儿童的脑炎 所以有些时候 儿童当他高骚的时候 本来会乱说话 乱说话之后就开始 可能有一些肢体的抽搐 或干嘛 真的就要小心 然后就出现嗜幻觉 就出现嗜幻觉 可是这种 就是大家可能会观察到 因为他其实有 通常合并有一些肢体上的 但我觉得儿童嗜幻觉 反而另外一种疾病 以前家长可能看过 看起来也很惊恐 但是有时候没有这么严重 是我印象很深刻是 那时候有一个医生说他遇到 那个小男生四岁 四岁本来一开始觉得 他只是感冒而已 就感冒症状 可能领巴肿起来 干嘛 也觉得还好就用药 可是几天之后 可能症状也没有说 变超级严重 稍还是有 可是他就开始会乱讲话 而且他乱讲话的很特别 他会说追着他的 他会一直给他妹妹追着跑 妹妹在后面叫他 一直跑很害怕 为什么他一直说 他妹妹是怪兽 对 然后甚至说他看到恐龙 然后就把他想说 完蛋了 我这小孩一定是中邪了 后来就把他带去 把他去医生看 然后带去医生看 医生才说 他这个其实 后来判断 他感染了另外一种病毒 叫EB病毒 而引起了 他说这个叫做 爱丽丝梦游先进症候群 也就是这个病毒会引起 小孩子可能也会乱说话 然后这个时候 他会看到所有东西都觉得 像是有时候会叫 护士小姐是魔鬼之类的 但大家一定会很害怕 但是其实有时候 就是病毒感染造成的一些 他判断这样的失准 好 主任 这方面你应该也看过 很多的例子 到底这个试幻觉 什么情况之下会出现 脑炎跟MISS C的差异 其实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脑部跟身体其实是分开的 我们有个血脑屏障 保护脑部不受身体 其他的习惯的感染影响到 可是当你病毒感染的时候 或者细菌感染的时候 它那个我们的血脑屏障 就被破坏掉了 其实刚刚苏星有分享过 其实很多 以前我们最常见大人的 比如说泡疹性脑炎 其实它流行的后遗症很大 它跟脑膜炎不一样 脑膜炎是脑外面那一层发炎 并不是脑本体 这次我们提到主要是什么 是脑本体的发炎 就是我们讲脑炎 我们知道脑部其实它每个区 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图面上面看到 我们的额叶它供应是什么 就是语言运动感觉 甚至于说意志推理等等 情绪那一部分 刚刚提到过 它看到招财帽在挥手 看到什么东西在跳等等那些 有可能它影响到什么 它的整夜 它的视觉那边是不是 有点影响到那一些 所以才会有幻觉 幻影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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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更担心它们 比如说我们的孽叶 孽叶那一部分 如果病毒是侵入到那一部分的话 其实除了我们讲听觉 嗅觉以外 有些变成甚至会大抽筋 我们讲癫痫发作等等那一些 所以脑炎的神经学症状 其实从最轻的头痛 医师不轻 呕吐等等那一些 最怕就是抽筋这一部分 跟Mix C的差别 刚刚有讲到 一二三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有三个系统影响到 所以除了脑部的症状以外 它可能有睫膜的症状 有舌头的症状 有肠胃的症状 或者心脏的症状 加在一起 有可能就符合 我们讲Mix C这个症状了 了解 就是除了脑部之外 它还有另外两个地方 也是处在发炎状态 对 没错 好 广告之后来看 小朋友的Mix C真的是很凶险 让家长很紧张 而现在呢 其实国外或者甚至台湾 专家都怀疑说台湾可能也已经有成人版的Mix A了 哪一些人比较容易出现 又该如何保护自己跟家人 马上回来 其实你只要按照份量吃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吃得又饱又瘦 因为我们减肥会失败 常常就是因为你吃错了 结果饥饿感马上就来了 对 我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散着来 这一年多来 我都没胖子 又越来越散 快来加入健康2.0YouTube频道会员 超值活力班 尊容养生班 都能观看线上专属课程 还有好礼送给你哦